大家好,我是桑普,歡迎大家來到桑普論壯節目 傍晚時分又跟大家見面,今天講什麼新聞呢? 兩個香港公民都是被中國大陸、中國被捕 跟著也是被判囚的 今天發生了兩個新聞,兩個人是兩種不同情境 兩種不同情境我待會歸納去分析給大家聽 但我覺得兩個人,譬如說香港公民,我可以說歸納香港公民 因為他根本上很大部分時間不是香港住 除了第二個之外,第一個基本上是香港住 不過他有香港公民身份,也有美國公民身份 78歲的梁誠雲,被中國江蘇省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在星期一5月15號,今天宣判 78歲的美國和香港公民梁誠雲 John Hsing-Wen Leung,間諜罪成,被判處無期徒刑 剝奪政治權利充身,沒收個人財產50萬人民幣 據中國官方通報說 梁誠雲,南,1945年5月1日出生 另外還詳細列出了他的香港永久性居民新聞證號碼 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號碼 即回鄉卡號碼,以及美國護照號碼 通過又說,梁誠雲因涉嫌從事間諜活動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有法規定 港蘇省蘇州市國家安全局在21年 即兩年前,21年4月15日 依法對他採取強制措施 這個時間應該是特朗普 即完結他第45任總統任期之後的三個月左右 就是強制措施,捉了他 根據網上資料顯示 梁誠雲是美中友好促進會會長 這個所謂美中友好促進會 其實就是共產黨的外圍組織 專門做幫共產黨的統戰工作 最近集豬頭在北京人民大會堂 接見一百三十多個國家幾百個 所謂的華人華僑那些僑領那些負責人 全部就是這些統戰部做的事情 石泰鋒統戰部部長繼續就會說 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這個是習近平2013年開始說的 接著各國防化都很重要 說什麼叫人類命運共同體 就是說利害與共,利害全部歸共產黨 共產黨載制全世界人類命運共同體 所以這班人做的事情就是做這一點 滲透入當地的外國的 譬如美國的社會 然後組建自己共產黨的支部 甚至沒有海外警察站 甚至沒有更多的線壓在那個地方 利用這些所謂的銳實力 和灰色地帶衝突 去使得不戰而活人之兵 用極低的成本 沉潛內斂地滲透不同國家 其實美國最需要是清除這些共諜 這個是首要任務 美國最大的危機不是俄羅斯 也不是中共 而是在美國本土裡的孤式主義 綏靖主義 以及對共產黨的無知 以及這些共諜的全面滲透 而不是共產黨在外面怎麼耀武揚威 那些是武牙老虎子老虎來的 真正的地方就是這些銳實力的施展 當時由美中友好促進部會長 梁誠雲 這個會 在2020年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 發表支持立法的聲明 所以極度支持立法 而且梁誠雲曾經和多位中共高層 和政界的名人同場合影 包括前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 這個很離譜 另外根據台灣鏡新聞的報導 你會發覺到 梁誠雲更加有些衣服 根據World Hall of Fame Network的照片 它披著衣服 有一個所謂的外套寫著 中國必統一 台獨是絕路 專門做這些事 他們參加外國活動 甚至是外國僑領 美中友好促進會的會長 是美國德州 Texas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的主席 再說一次 美國德州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主席 這些和平統一促進會主席 這些和平統一促進會主席 就是最重要的一些滲透的一些重點 以前在澳洲的黃香麥 最近在加拿大 這個領事官做的趙毅 趙毅 拿一隻排領事官員 梁誠雲這條目嘴 既害香港也想害台灣 想侵略掩子 甚至吞併台灣 搞和平統一促進會 另外亦對香港 搞所謂支持港版國安法 高調支持中國統一反台獨 是不是 接著你看到這個 港版國安法的時候 亦都發表支持立法的聲明 而梁誠雲 曾經和多位的 中共高層和政治界的人士 合影 所以可見他是相當荒謬絕倫的人 這個人 記住 Renews的報道指出 第一 他這次被控間諜罪 是沒有披露 他究竟犯了什麼間諜罪 即他犯罪的內容 任何事情 是幫哪個國家做間諜 或者做雙面諜 完全不說 不知道 隻字不提 只是知道2021年4月15日已經被捕 之前從來沒有任何公佈 事隔兩年之後才被判刑 所以今天才知道他兩年多前被捕 接著今天才知道被判刑 可以說毀目如心 單看網上翻開的公開資料 就是這位梁成韻 在香港出生 16歲到英國升學之後 曾經在紐約聯合國總部任職 離職之後 就在美國經商 之後就在典型的愛國小粉紅華僑 這些戰渣其實是很大的問題 很多中國人去到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英國、法國、德國、日本這些國家 他們不是融入當地社會的 他們不是效忠於他們宣誓過效忠的國家的 他們怎樣呢 他們就是做一個永遠的中國人 然後呢 沉潛或者寄居在美國 寄生在美國 寄生蟲 Parasite 繼續效忠於中國共產黨 中共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這班這樣的垃圾 這班這樣的共狗 其實是很多的 即是 我希望香港人不要有這樣的意識 就是認為我們永遠都不是美國人 永遠都不是加拿大人 永遠都不是台灣人 我們永遠只是香港人 永遠只是中國人 記住這感法 是要不得的 是不是 我是一個離開了香港的一個 前香港人 我對香港會拒絕遺忘 我一定會記得香港發生的事 也都感恩香港在港英時代 甚至之後有很多香港人 給了我很多機會工作 給了我很多機會 學習 給了機會成長 在相對自由和繁榮的環境之下 到了我童年和少年 我永遠都會感恩 但是我們同時後 也都不會忘記 2019年 2014年 2016 2017 2019 2020 以至到現在發生的所有事 我每天都會講香港的新聞 但是我們更加重要的地方 要成為台灣的國民 正如很多人去了美國 加拿大 要成為美國國民 美國公民 加拿大國民 加拿大的公民 這些才是重要的 一定要融入 扣連你自己所效忠的國家 去做事 OK 印度裔的人 去到各地 真的相對 是很好的 就算做到最年 Rishi Sunna 做英國首相 再不要說 很多很多印度裔的人士 真是完全拋棄了印度 而真是效忠於新的國家 反而華裔的人 港裔的人 這一點是脫不開 這跟由始至終 你始終認為 中國文化最厲害 中國最厲害 五千年文化 二千年文化最厲害 梁唐進漢 周街 請五代加油 由喪嵩如明清 我們這麼複雜的東西 由唐明王 由楊貴妃 那樣 那時候好像有鵬 即是說全世界最厲害 全世界的人中 首先由我們中國開始的 然後才移民到美國的 美國 以美洲的人是從中國開始的 而我以美洲的誰說的 中國最近的科學研究說的 有一個留言就說 嘩 明白了 原來自古以來 中國人都在中國 頂不住要移民去美國 所以就由中國 走到美洲這麼大把 我就說了 中共黨員自古以來 不是出自 全世界的 那些美國人出自中國 自古以來 中國人出自哪裡 出自屎坑 是不是 中共黨員出自屎坑 是不是這樣 大家去想想 是不是這樣 所以這些 民國識非 自己 往念上貼金的 吹噓的做法 相當嚴重 這條這樣的分岔也是 為了錢 為了利益 為了自己 幼稚的民族主義 幼稚的對黨國的效忠 有幾多人 在這個地方堕落 不要跟我說 小時候 是左派 或者是相信共產黨 是正常的 然後說長大了之後 相信共產黨 是瘋的 講這些話的人 就是真正的共狗 因為他從來都不反省 小時候 恩善共產主義 恩善社會主義 愛這些這樣的 共產黨的政權 其實是這麼邪惡的行為 他們小時候 有富士尼 有胡適 有很多人 都要走的 都不喜歡的 那為什麼那些人看不到呢 是不是 蠢蛋的 巴金冰心 這些垃圾 真是能夠明白的人已經走 這個是基本的 你鬥不過 因為他有槍油炮 你只是有更有槍油炮的地方 有險可守的地方 才可以再 穩戰 抗戰 那也是為什麼原因 我要在台灣的地方 也為什麼有很多人 要在美國 英國 加拿大的原因 因為你只有安全 才能夠 發揮你的理想 好了 這條這樣的友 不是要安全 他要命 要利 要民族主義 要做典型愛國小分紅華僑 他做美中友好促進會會長 一個由一個人的張政權 一個人的張政權 創立的 這個會的網站 形容 這個會是和北京中央政府 各省市和地方政府 和領導人長期良好的友好關係 網站 網站看載大量的張政權 即是創立人 和政要的合照 包括和李克強、吳儀、余政昇、趙樂際 和美中友好促進會 2020年還發過聲明 撐國安法 除了擔任這個美中友好促進會會長 這會是中國統戰部旗下的組織 他也被挖出 曾經和中國前外交部長楊潔篪同場合照 出席過有胡錦濤溫家部出席的宴會 他作為愛國華僑領導人 名字曾建於新環網人民日報 人民日報還用熱愛中國 擁護中國和平統一台灣 橫體不看都是中共自己人 還領頭過組織過反對台灣前副總統 呂秀蓮過境美國的示威 網上還有他身穿台獨視絕路 中國必統一的背心照片 而最終這位愛國僑領被判定是間諜 一方面是疑團處處也相信會沒有答案 另一方面引用中國內地的常用語 就是水狠心 我就說不外乎兩個原因 一他真的做了間諜 但我覺得這個機會不大 他要做間諜要冒風險極高 所以你說共產黨的人 你要說服一些外國人 紅蘇綠眼的人做中共間諜呢 大有人在 有錢使得鬼推木 你說美國是否真的給那麼多錢 去收買一些中國的外圍組織成員 去變節呢 極難 因為中國共產黨的情報網 以及掌握的資訊能力更強 這個就是中國的強項 美國強制軍事、經濟、銳實力、軟實力、硬實力 即是軍火、打仗、砒油、聯合維修理、經濟制裁理、能源、金融、技術、科學的互聯網 GPT 即是這些 GPT AI這些 美國是很強的 這些美國極大的優勢 但中國共產黨的一件事實際上太離譜 就是它滲透 擦反的能力 以及它情報網 互相監控的能力 而這件事呢 美國必須要提防 全世界自由國家 也都必須要提防 就是這一點 比較少可能 它會成為美國的間諜 那第二個可能是什麼 這個比較大的可能 就是它 反襲 換言之你做個僑領 剛剛講這些人物 再多一次 李克強 吳儀 余正星 趙樂際除外 這幫人 胡錦濤 全部都是前朝的人士 習近平 會不會因為這樣 覺得 咦 這個人呢 背叛自己 他不是背叛 共產黨 在背叛習近平 習近平要清除這些人 那他不可以說 喂 這個人呢 秘密這樣把它處決了 不行 他要呢 殺雞警喉 以警效由 等到所有的人呢 都不可以學像他這樣 於是怎樣 捉他去起死身 說他間諜罪 七十八歲 照捉他 說他間諜罪 不公佈事實 說你間諜就是間諜 間諜 是國家秘密 國家機密 跟你講得什麼叫國家機密 於是 就是用這個地方 以 以定間諜罪為名 而是以權鬥為實 而是以權鬥為實 清除這些這樣的 枯支 清除這些妖孽 叛逃 習近平的 敵人 我想這個機會是比較大的 所以我就說 對於梁誠雲呢 一點都不值得可憐 這個回歷標 他打香港打台灣 最後呢 你支持港版國安法 那就用這條法例 或者甚至類似的法例 就是間諜罪 將你收監 你支持我維護國家安全 就因為國家安全 你七十八歲 臨到過不得了 過得了 你都是在監獄到過迷 吃屎吃草 你都是在監獄裡面吃 是不是 辣椒油老虎凳 搞到你要自己逼你自殺 自殺機會都不給你 等到你獻世 這個就是共產黨 要搞這些人的方式 以警校油 阻嚇以後的人 不敢造次 這個就是 我會覺得 習近平真正的原因 這個整治這個人 還要高高舉起 將他刀 目的就是說 囂首示眾 就是 殺雞警候 這個就是對付這個 所謂的梁誠雲的做法 可見 我都很希望 未來李家超 鄧炳強 蕭澤儀 曾國衛 墨美娟 是不是 一大堆這些 狗賊 港官 賣港賊 你們這麼喜歡 講這個港版國安法 這麼喜歡 支持統一 武統台灣 和平統一 什麼都要統一統一統一 反台獨 這幫這樣的人 最後的結果 被共產黨收監 這個是大法人心 所以他們最大的敵人 不是我 沒有 梁振英 你這麼喜歡共產黨 經常說 那些人批評 尊子不批評英美 你最批評 你永遠不會批評共產黨 除了八九六四那次 那你就大喇喇 說八九六四 你幾威平衡報道 好了 你不說 你不批評共產黨 但是呢 你不批評共產黨 不代表共產黨 不整治你 到樹倒湖 宣散的時候 看看你 梁振英 你是被習近平提拔的嗎 當然不是 你被誰提拔的 你自己想想 鄧江湖 OK 尤其是鄧江 那我的問題就是 按照這個道理 他會不會冤枉你 甚至會不會說 梁成雲真的有做過背叛習近平的事 可能他旁邊的人 要煽風點火 捏造事實 冤枉他 砌他生豬肉都可以 所以梁成雲的死因 朴朔為離 但都是共產黨內部 搞肉機 權鬥 甚至沒有 撲殺的結果 所以半軍如半虎 你和共產黨走得太近的話 最後被這個搞肉機 剪斃 就是這個是 張張慎明的事 另外 有一宗新聞 就是第二宗案件 簡單說 就是譚秋艷 這位呢 是什麼人物呢 說之前希望呼籲多一句 看完廣告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和Patreon Patreon Patreon 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大家 利用下方的link 能夠subscribe Patreon 幫助到台灣科業會幫助 最多港人 最多港深 也希望大家 能夠看完廣告之外 comment like share 和利用 Superfans的功能 贊助我本人 多謝各位 根據自由亞洲電流的報道 曾經參與 戰中和反送中的港人 譚秋艷 Nicole 前年 2021年 又是2021年 回到深圳探親的時候 在羅湖口岸被捕 其後被控以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近日傳遵案件 在去年年中 2022年的年中 已經秘密審結 譚秋艷被判監 六年 同時有是非尋常 一天有兩宗案件 都跟香港人 在中國有關 顯然是有一個 一種力量 是希望 將這些事 說出來 就是香港人 你不送中 你回到中國的時候 抓了你 判你六年 另外那個 剛剛梁誠雲 又判你無期徒刑 你香港人 沒面子被招抓你 當然 現在中國共產 都不會被免 香港人 44歲的譚秋艷 Nicol 就在2021年 前年的3月19日 經羅湖口岸到深圳 準備隔離14天之後 回家 家鄉廣西紐洲 廣西紐洲 據外國有挪絲粉 最出名是官木 但他是講廣東話的地方 廣西紐洲 慶祝母親80歲的生神 想不到在解除隔離日 即2021年4月4日 被中國警方秘密拘捕 自此失去聯絡 記者就向他的朋友 求證 證實 譚秋艷 他在2021年4月20日 已經被 這個 紐洲市警方拘捕 被控煽動 顛覆國家政權罪 而案件也是去年的 7月14日已經閉門審理 只能由官派律師代表 到近日由關注中國維權事件的 維權網披露 維權網指出 譚秋艷 即NICOLE 曾在香港參加反送中運動 並頻繁將運動實時訊息 發送去推特 推特被控 最後被紐洲法院創判6年 目前疑似被激壓 在紐洲市的看守所 NICOLE是原籍 廣西紐洲市 早年曾經在深圳生活 2014年7月 移民香港 已經獲得香港公民身份 她是香港 廣州深圳三地的人權活動者 曾多次參與 深圳等地的公民行動 以及公民聚會 並曾經實際上 資助生活貧困的公民 即是善心人 NICOLE在香港期間 積極參加佔中運動 即是雨傘運動 2019年更投入反送中運動 經常在香港街頭 做站台宣傳和抗議 如果按照這個計法 2021年3月 在羅湖 經過羅湖到中國探親 當年的4月2日 被秘密拘捕 判6年 刑期應該算到 2027年的4月 才會放出來 據中國的監禁 不止香港可以扣假期 沒有這回事 所以相當艱苦 NICOLE本身就是 紐洲人 曾經參與中國的 南方公民行動 2014年已經正式 移民香港 成為香港公民 19年積極參與反送中運動 並且以網名 尼歐和NICOLE 在網上分享示威的資訊 她是因為2021年3月20日 她的母親即將80歲生日 經羅湖到深圳 準備隔離14日後 回回老家紐洲 但在解除隔離後 當日立即被捕 之後失聯 近日才被判刑 相當可怕 這與她在Twitter的資訊有關 可見共產黨掌握很多的資訊 在網上 Facebook IGTT Twitter 你發表過的事情 共產黨要掌握你 其實已經有 她捉不捉你 其實是任她說的 她挑她來捉 其實只是說 是一個恐嚇作用 也可能 這個NICOLE 早已經被共產黨掌握了 南方公民行動 準備掌握 準備掌握的人 完全開了File 掌握你所有的事情 等機會 你來到中國 就拘捕你 同樣的 今天她如果不來中國 去中國 她留在香港 沒事嗎 當然不是 在香港都可以用港版國安法來拘捕你 是不是 你說 只是1919年和港版國安法無關 你就想 煽動罪 煽惑罪 刑事帳 條例第九條十條 都可以拘捕你 所以就說 要拘捕你 只不過是說 嗯 即刻 由香港拘捕又可以 等你回來 中國 深圳 再拘捕你 都可以 可以了 就是這種手法來處理它 其實根本肉錘砧板上 究竟在左邊刮你 還是右邊刮你 其實完全視乎 就是那個豬肉佬 究竟 自己怎麼做 所以今天 中國和香港連繫一體 已經沒有分別了 我只是這樣說 他不離開香港 繼續做事 他有勇敢 所以這個很善人 剛剛講過梁成雲 他不是善人 他是奸人 而且他是一個 蠢人 不蠢都會被人捕 是不是 這個 這個 Nicole 他是一個善人 但是 他應該 不可以留在一些危險之地 但是他依然奮盡 你可以說他勇敢 但是呢 我覺得欠缺一定的智慧 一定是拘捕你 你心存僥倖 以為不會被人拘捕 其實不會 我不可以說他蠢 但是太過 心存僥倖 就是有些地方不夠謹慎 就是不小心 而導致這樣的情況 這些什麼人都有的 你被中國共產黨拘捕 什麼人都有 要真正做到 明哲保身 而能夠淺行公義 兩樣東西都需要 一個就是你善良 第二樣東西就是你有智慧 就是不要愚蠢 不要愚蠢 不要愚蠢 你要坦白 亦都要 愚蠢 不可以 那麼容易 就是 被人家 耳朵軟 然後復軟 做這些事情 OK 我不可以說太多了 不就是我批評其他人 但是我只是說 真是這個要很小心 一止坐武門家落實 一失足成千戶痕 我希望大家都明白這一點 不要 立短做一些輕舉妄動的事 很多的手足門 我都在台灣遇到了 他們跟我說 我很想回去 我很想回去 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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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坐坐 你知不知道 你所謂說是容易 你回到後悔 不確定的 搞你幾年 完全不知道你坐多少 加完控罪 再加控罪 不是你坐完就算了 坐的環境又很複雜 也不是人敢品的地方 所以我就說 盡力去避免這些 無謂的一些時間 人生的租撻 你在外國裡 你做一下打下工 讀一下書 好好這樣去 經營自己的事業 經營自己的鬥志 更好 我會覺得更有意義 所以我會覺得 離開才是硬道理 離開這種鬼國 離開這種鬼地方 不是對香港的不敬 是要對自己 和身邊的人 要負責 也都需要 一個人更加明白 險地物居 危邦不立的 如果你在那個地方 繼續下去的話 人生會不斷毀滅 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 香港的重點 不是那個地方本身 是這種精神 這種文化 這種概念 這種意念 對於我們香港 未來的盼望 我們在海外延續下去 這個是我的一個期待 希望大家 香港大家 記住 記住 一件事就是 你自己 擅盡自己的判斷 去決定去留 但是看到這些情況 今時今日 不是香港再 不是一個 安全地帶 香港的險地 這個 譚秋艷 他2021年 由香港去中國被捕 不是代表香港安全 中國危險 而是 只是共產黨 選擇地方來 拘捕你 他要拘捕你 隨時可以拘捕你 OK 所以我就覺得 兩件事 同一時間發佈 是造成一個所謂的恐嚇效果 對於香港人 施展恐嚇 希望大家明白 不要容易被他嚇到的 記住要 說真的 某行公義 全謙卑的心 與上的同行之餘 亦都要不要死 好好活 準備好 等運動 光明始終會到來 我們下次再見